問題就是那個清除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遇到一個問題 清除的時候你會發現 它清的有點慢 而且有點卡 對它實際上就一個個清除 那如果說你今天遇到 它已經快要慢動作了 那會很慢 如果你遇到類似像這種情況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 不要用Sales Range的話指的是一次全部就清空了 那怎麼樣一次清空 特別注意像剛剛那個會慢慢慢慢清除 只要真的慢動作 不過如果電腦快一點的話比較看不出來 但是你資料量大的時候 還是會越來越慢 所以如果像這種情況 如果所有的儲存格 都做一樣的事情就是清除 那你就直接用Range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像樂透彩它不是每一個儲存格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你就不行 那你就變成要個別去輸入公式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都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把儲存格清空的話 所以樂透彩清除 第一個 你可以 當然習慣上把它delete掉 不過delete掉很可惜 因為你如果delete掉 將來還要再比對的話 那就不見了 所以建議怎麼樣 你要在前面加單引號 比如說呢 你就在前面加單引號 我前面講過 單引號表示什麼 表示註解 可是呢 因為你會發現 這邊有這麼多行 那你要一個個註解 好像有點麻煩 有沒有什麼方式快一點 我建議各位 你可以拿那個上面工具列 按右鍵 它會有一個叫編輯工具列 預設不會出現 在VBA裡面 按右鍵 在工具列上按右鍵 有個編輯 編輯之後的話呢 會有個工具列 這個叫編輯工具列 會跳出來 那我習慣把它放在上面 接下來的話呢 我把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程式 我不要閃掉 我希望呢 把它當註解 先暫時留下來 不然閃掉之後 我都要回頭看 我就沒有得看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可以呢 找到編輯工具列裡面 有個功能 叫使程式變為註解 那這個功能 其實最重要就是按下去 你只要選取的範圍 它前面都幫你加單引號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以往喔 我們要把程式 還沒刪掉之前喔 你要先 因為刪掉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參考 那所以通常會呢 使程式變為註解 如果你要變回來的話 以前就是要把單引號刪掉 而且很浪費時間對不對 旁邊有個按鈕叫什麼 是 註解還原為程式 它就還原了 這個還蠻好用的喔 如果沒有這個功能 你就要自己在那邊 手動去加單引號 跟手動去清單引號 那所以我就把它註解之後的話 把它改成 改成什麼 改成一個Range的寫法 那Range的寫法 記得喔 它是一個範圍 所以你就要告訴它什麼Range 你幫我 從哪個Range呢 特別注意喔 先錢瓜服 然後呢 從哪一個儲存格呢 幫我從那個B2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開始 然後呢 一直到哪裡呢 到 依然的 最下面一個儲存格 那當然 最下面是43 可是如果我今天 不要用43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空一個end 把什麼東西呢 把上面有一個 向下追蹤有沒有 因為這個向下追蹤回來 其實就是40 應該43 因為有那個42號碼加那個 欄位名稱 所以呢 把這個呢 把它複製到end的後面 記得喔 end的符號前後都要空白 意思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43抓到的東西 再跟那個1串在一起 就是B2到E43 然後記得後瓜服一下 再點一下 再瓜服後面點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會出現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做什麼事 那我們全部都要做 同一件事喔 就是清空裡面的資料 清空的話 就是什麼 CLEAR 記得喔 CLEAR是清除 全部喔 因為如果你清除全部的話 裡面的格式都不見了 包含原來的 我們的那個 什麼分母1萬的 有沒有 那些都不見了 然後格線也不見了 所以記得喔 這不要用CLEAR CLEAR 請你用CLEAR CONTENTS CLEAR CONTENTS 意思就是說 清楚裡面的內容就好了 就清資料就好了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我把什麼 剛剛 逐個逐個清楚 改成用RANGE的方式 清空資料喔 OK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們改完之後呢 接下來來看一下 差異點喔 其實用RANGE 跟用SALS 最大的差別在這裡喔 我這邊的話 把它輸出 清楚 剛剛會慢慢清楚的 現在按下去會不會 慢慢清楚的 按一下喔 按一下它 馬上清空了 所以你會發現RANGE 真的太快了 如果剛剛跟那個SALS 比起來的話 特別注意喔 所以以後喔 不要這樣 那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要增加效率的話 因為上一期同學也是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 輸入公式喔 效率不好的時候 也可能可以把它改成RANGE 用RANGE來輸出的話 有時候會更快一些些喔 那怎麼讓它最佳化啦 不過我想 這個是後面再來解決的問題 第一個先求可以做出來 第二個再求效率更好 OK喔 所以喔 這邊至少比你 出發鏈剛快啦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就清楚 再來的話呢 輸出之後的話 我如果希望怎麼樣 把排名前7名的 幫我塗個顏色的話 欸 上個禮拜那個設定格式的話 條件有 但是我不是要用那個喔 設定格式 我用VBA喔 所以VBA的話呢 我把它按下它 你會發現喔 這個因為小於等於7 所以塗個底色黃色 這個小於等於7 塗黃色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話 幫我把它的號碼 塗為一個底色是黃色 欸那VBA怎麼寫呢 其實程式喔 並不複雜喔 一樣是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再一個if喔 if sales IDA的1欄 小於等於7的話 把sales IDA的A欄 的底色 底色還記得吧 有沒有 有個叫intro.color 還記得吧 intro.color 等於黃色 黃色還記得吧 RGB 瓜糊 紅色嘛 綠色 藍色 那黃色請問是 什麼 什麼跟什麼的組合 還記得吧 紅配率嗎 紅色加綠色 沒有藍色 就是黃色 不幸的話呢 你加入水彩吧 你就把紅色擠一點 再綠色擠一點 霍一霍喔 真的變黃色喔 不幸的話回去試試看 那 這個道理喔 那怎麼樣做 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我希望把它格式 格式化之後呢 再把它清除 如果我要把它清掉的話 再寫一個 清除格式化 用VBA來寫喔 這樣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 那答案在講義裡面也有啦 不過請各位喔 先自己試過看看 如果可以寫出來 那恭喜你 你應該這一期課沒有白學了 應該沒有問題了 那另外那個 那時候也清楚喔 我是Range 我這邊沒寫喔 所以請你把 這邊自己再加一個 那個用Range的方式寫喔 那這個因為在講義裡面沒有啦 所以就這一行 盡量也不要用10倍的啦 盡量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啦 你多用幾次熟了之後 真的就不用太需要去背它啦 因為這種東西 就是熟了之後就變得很直覺 就跟你 好像那個講話 講話 語言啦 其實也類似啦 只是說語言是跟人溝通嘛 那這個語言喔 是跟電腦溝通 那它只要聽懂你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做很多事情 其實到底差不多啦 只要它聽懂喔 所以其實有時候 你這樣電腦聽懂你的話 真的還蠻好的 因為它會一直幫你 而且在VBA裡面喔 它有一個功能自動化喔 自動像鬧鐘一樣喔 幾點幾分幾秒自動做 幾點幾分 或者是說每隔一段時間做喔 這個VBA裡面都有自動化功能喔 所以你如果把那個SUB寫好喔 每天執行一次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你每天要抓 某一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或者是把 當然很厲害 現在很多人喔 每天喔 同時抓 全世界的幾千個網頁上面的資料 全部會整之後再來比較 欸 這樣的話呢 就有效了 那其實都做的差不多 我們類似的功能啦 其實他們做的只是說 把那個東西 再延伸複雜化而已 那做出來的東西喔 真的就會 讓你變得非常便利 不像以前 你可能要一直盯著某些網頁 盯盤或什麼樣 不用 你就交給程式 交給電腦 而且喔 另外你也可以設邏輯 比如說當某些條件出現的 出現什麼數字的時候呢 再回報給你就好了 如果那個數字沒出現 就不要理他了 就好了嗎 不然的話 每天你就要看一些 可能不需要看的東西 對不對 人還是要把時間 花在重要的事情上面 OK 那請各位喔 先把那個垃圾牌清楚先完成 並且想一想 格式化喔 OK VBA怎麼寫 格式化還有格式化清楚 這個部分的話先想想看喔